这回国快一个月了 很多朋友都问我 回来的感觉咋样 各方面感觉真的都挺好 出门买东西 哎呀方便的不要不要了 只要你带个手机 扫码刷脸都可以了 只要你花钱的地方 拿出手机刷刷刷 刚回来的时候还适应了几天 有些地方开门也是用手机刷 进小区的大门也是刷脸 这些跟美国真的完全不同 美国这些方面还是比较原始的 进个小区用的是遥控器 买东西用的是现金 信用卡和银行卡 在美国用苹果手机 也可以扫码支付 说实话用的人还真是不多 你要说安全 咱们中国当然比美国要安全多了 在国内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满大街都是人 晚上你饿了 走出去吃点夜宵 撸个串非常方便 满大街的路边谈 各种小吃随时可见 夜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 所以晚上出去走走 那真的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但是如果在美国 白天你都看不到大马路上有几个行人 那晚上呢只能去热闹的地方 普通的街区根本没有行人 如果你单独出去走走 肯定不安全 国内呀人多车多交通也很方便 白天呢或者什么时候 你走路累了 路标的共享单车扫个马 骑上就走了 国情不同 各种生活习惯还是真不同 总之呢 回来的感觉真好 羊肉穿 肉甲摸 哎呀吃起来好 了咋了 对哦 嗯 我 我 我 于 делать